北京京西镶嵌艺术博物馆 从门脸看不起眼 但内有乾坤 一进门是休息区和服务台 到点才能开始参观 首先入口的京西牌匾就有门道 都是贴金的 进入博物馆 正面是清晚期的皇家屏风 这件展品是一个清晚期的 雕田龙纹屏风宝座系列 它是一个门幕登记 它是清晚期的 大家去我们的这个故宫博物院 也很难这么近距离的 去看我们的这些门幕 今天特别有趣 可以这么近距离的去观看它 大家可以 我先跟大家说一说它的工艺 它的工艺是通平 修我们的一个珠红色的漆 绿黄色的一个漆底 采用了是我们今期镶嵌的 这个苗金彩绘雕条等多种工艺制成的 主题可以看到 是我们原来皇宫皇室的龙纹 五个 飞腾在云涛之间的龙纹 上有虚女座 下有皇帝宝座 细处有万丝不透透的景纹 展现了我们的一个皇家工艺 可以看到 做得非常的细 对 对 整间座室呢 它是一个宝座的陈设系列 大家知道古代的时候 皇帝 宝馆是站或者是坐的时候 后面一定要有屏风 入口左边是讲漆的历史 右边是漆器制作过程 右侧还展示了各种漆器器皿 这是吉祥寿菊半盘 八吉祥银定套盒 龙云纹 零花口盖盒 这是乾隆容装图 第一部分主要展现金漆 会按顺序讲解参观 每一件讲解员小猪都会讲解 这件屏风是用了贝壳 会显得很亮 这柜子是我最喜欢的 使用了断纹工艺 这柜子真漂亮 龙纹的部分呢 是我们的一个高普雕工艺啊 就是在木胎上去切骨的金箔 然后呢可以看到整片作品非常的雄伟 它是原来为皇家服务的啊 原来的顶箱大卫跟咱们的顶箱大卫不太一样 它们原来是收纳金书或者收纳一些重要物品的 不像咱们的卫的现在只装衣服吧 今天呢会有幸呢为大家把这个棍子打开 看一看里面的这个活做的有多么的细 看这个锁啊 这个锁原来也是原来的公子锁 非常的漂亮啊 原来的公子锁 好 来再来看一下 那一笔都是我们亲自所画的 那里边也就画了 每一笔都是我们金轻人一点一点画 它其实这个工艺 这个产品是我们流失海外的一件文物 然后我们又把它复制出来了 虽然我们的东西呢流失到国外找不回来 但是我们的工艺呢还保留在我们手中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点啊 大家可以看 刚才老师傅说 老师傅说看那边有裂纹啊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去恢复的一项技啊 它叫断纹工艺啊 就是天然就是特意形成的这种断纹 它原来其实送奶的时候是有的 但是到后期呢一度失传了 我们又把它找回来了 这种工艺可以看到 不同的这个断纹 它叫利而不康 坑而不脏 虽然有断 但是其实它不似飞 不是断嘛 它是特制的 坐在七 坐至干到80%的时候呢 去车制产出来的断纹 波光临临的 它的外号叫流水断红 可以看到啊 我们底下呢 这个还有一个焖仓啊 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个五幅棚 中间捅的一个棚前 里面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彩绘 什么叫满工满活的料 价值不菲的 大体价值不菲的这个产品 都是因为它细节之处 画的它非常的到位 大家在这个游览的过程中啊 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问我啊 我叫小猪啊 大家不直接帮我叫小猪 接下来是博物馆 第二部分镶嵌记忆 代表作是这座 红楼梦屏风 红楼梦的人物栩栩如生 还是三D立体的 三个工艺了 就是镶嵌工艺 镶嵌工艺用一句话来说呢 就是颜色艳丽 且用料非常的丰富啊 先可以看到 它是我们的整件屏风啊 它叫主题是红楼梦 它的主题是雕刻的红楼梦 看到黑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打极打底啊 可以看到非常的亮啊 是不是 就是因为漆在研制过程中呢 非常的讲究 叫漆无纪念 如胶丝七日 可以看到 黑极打底以后 非常的稳重 然后呢 镶嵌了很多的 我们的那个人物 我可以看到 人物开脸也非常的微妙微笑啊 它是我们的这个 李崇哥大师亲自首邀的啊 然后镶嵌呢 有两种工艺 大致就是瓶 瓶嵌和我们的脚嵌 瓶嵌呢 就是一层 其他之上镶嵌 叫瓶嵌 巧嵌呢 就是多层这个镶嵌啊 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连半 风吹柳叶 可能镶嵌三到四层啊 它为什么说的绝 就是因为它五百个 这个风柳叶的 都是不同的姿势 都需要手提一层镶 和去雕打 而且呢 它粘连之处呢 也是需要技巧的 需要角度的 需要嵌嵌 就是有时候会 挖一个槽 先把它嵌进去 然后再嵌进去 所以它需要角度的 所以说有时候非常专业 嵌不好 可能这块 这块料就会了 啊 这个这个 屏风呢 也是在2018年的时候 得到了一个真瓶奖 真瓶奖的意义呢 可能就是在最后的时候 它会有它的这个研究价值 和收藏价值在里面 它不光是一堂屏风了 啊 哎 怎么讲 猪 猪是玉石的吗 对 像我 给大家看一下 像我们的这个 楼庭 它楼库上边 这个就是玛瑙 屋檐可以看到 山人发亮 用到了我们的贝壳 然后这个 用到了我们的绣玉 黄色的就是红箭石 旁边是绿洞石 像黄色的就是寿山石 中国的软银玉石 全都像 都在这上面 那这个底座是 这个叫七宝砂工艺 在七里头 就是掺着我们的这个金砂 叫七宝砂工艺 但是它也是七打底 我们的大七打底 谢谢 此外还有许多精美的镶嵌工艺艺术品 大剑有九龙壁 小剑有瓷洗 清笔写的寿字 做成百寿图 这个字故意写长了 鞋银长寿 继续往后参观 这是欧美喜欢的 偏唐风 客徽记忆的屏风 再往后 据说这是韩式的 韩国财阀都喜欢这样的柜子 亮晶晶的是因为 贴着贝壳 这是蒙古族特色的 这个走廊里呢 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些多民族的家具啊 还有专门为游客拍照准备的龙椅 展厅最后一间 是现代工美大师的作品展 都挺不错的 不过可能是之前好东西看多了 这里的作品就没太多感觉了 到这里博物馆就参观结束了 蒋解云还会带游客到一个放老式家具的展厅 有三张床和一顶轿子 其中四镜宝床以前还真没见过 旁大型的四镜宝床 这个四镜宝床也非常的完整 保留下来也非常的不易 可以看到 雕工非常的精湛 山下发亮的部分就是我们天然的 那个矿物质颜料 研磨成这个搁在我们的固态之上 可以看到 什么能是金的那个天然的 金粉呀 那不就是金子吗 就是金箔呀 对就是金箔呀 加上矿物颜料 对 研磨成这么 它的你看它那个流动性也是非常完整 旁边的窗户都是可以打开的 它原来四镜呢 可能就是第一项 就是脱鞋穿衣梳妆 然后再去这个 再接下来就是参观商品 售卖展示厅 可看可不看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直接来 这部分不属于博物馆 所以可以随时看 博物馆整个游览时间 在一个半小时左右 趁现在免费值得一看 假如有用 请点赞评论区回复 有用